本節目內主持人及嘉賓的言論純屬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以下節目含粗言為語,只適合成年人收看 18歲以下人士請在家長陪同下收看,敬請留意 作詞・作曲・編曲 初音ミク 第三節當然是說網台是非 我們術國之亂都停了很久了 我已經忘了說到哪裡了 由說書人林康正繼續接下去 我們好像是說了 由我們剛剛開始說,術國就開始崩壞 到現在已經沒有人再說術國這兩個字 有,不過你有沒有留意 我沒有留意,你快點幫我更新 我都留意不到,因為最近不多 有時候我們說到書戰 書戰之後我記得 你先說哪個書戰 今年這個書戰 今年即是吃熱狗的書戰 我一聚完《時報》就出了一篇文 例如說清算退熱狗、退熱血 我記得那時陳秀慧寫了一段文章 就說那些人什麼都入我們掃 葉正淳不知跟誰吵,又入我們掃 這個人又入我們掃 我們一向都不出聲 我是做實事,退過那些人 於是我就記得 引了熟角一批就不斷罵 葉正淳就沒有開名 說到完全不關你們的事 類似是這樣 有些人就登出 那些什麼清算 有時候清算買位 這些說完全不關事 網上吵架 有些人說 是你們網上發動過 然後說是你們背後的指使 總之就開始出現了那邊 有些淑角部分 熱血就說他們沒有分清算 然後淑角就說 喂,你們當初有跟我們同一陣線 你現在想撇清我們 甚至一些就是 但為什麼熱血會回應這個《罪言時報》 照《罪言時報》 應該他們是什麼敵對媒體不理的 不是這樣的嗎 不知道,陳秀慧就非常… 我這樣就對了,王后很喜歡加把嘴 這樣也是很合理的 總之回應之後反而更大 原本那篇文都沒有太多人看 是 是不是 我也不知道有這篇文 通常都是這樣 整些網上是非都是 如果你不說就沒有人知道 你越說越多人知道 於是 譬如南鳳王 法政、流閃 你說反擊也好 你現在想撇清關係 自身事外 有些事情是說到 你們是有背後主事 你主事我們的 哪一天哪一天 哪一天王陽達 在節目上這樣說過 你們說沒有 甚至他們說 現在有一篇文章 不知道是南鳳王還是白鳳王 可能是同一個人 還是流閃 有白鳳王 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這些照韻 那些不出聲 然後MF廢純國籍 商純標準的頁 為什麼變成熟國 那一群人 我記得大約是七三比 七成都有鬧熱 有三成就是不出聲 或者撐熱 熟國那邊都有分裂 因為熟國最初 為什麼跟陳雲分裂 就是戰鬥碗事件 你們批評也好 再早前有莊元生 已經惹下這個仇怨 我不明白為什麼 經常都搞莊元生 還有是不是陳四 是蘋果日報事件 這三宗 也不是 冰封三天就非一日之行 莊元生那時候 只是針對莊元生 沒有針對陳雲 你不配跟陳雲做節目 我記得 但戰鬥碗 就不能釐清界線 因為陳雲有說 他自己幫戰鬥碗開崗 你說發展到最後就是這個分裂 結束分裂 你說是今年輸戰之後 應該是今年輸戰之後 事報出的時候 還有熟國的存在 是啊 那時候我已經上網搜尋 什麼樓蕩 姜維法政已經沒有了這些人 好像沒有 非常有 是嗎 不知道回去再檢查一下 不要緊 只是當故事聽 然後我記得 最新是成邦的論壇 是 他們已經不再是三國人物 就回歸以Page作為單位 因為很多都是這些Page的admin 可能人也是自己做單位 當然是熟國 熟國也有分裂 是否撐熱 是 我記得反熱那邊是多些 如果看單位 當然是 如果撐熱就回歸熱血 是 去到成邦論壇 我認識朋友 陳雪仁 他父母說 他現在是陳雲最中心 不知道成邦論壇那邊 有些人脫投訴 有些人的admin 亂來踢人走 但他沒有看 到後來 因為成邦論壇那邊 是否和熟國退後反了 不太知道 近日不遭 因為分裂得太快 在戰鬥會和熟國分裂 但我不知道成邦論壇裏 有沒有和熟國分裂 因為整邦論壇是追隨他的新聞 但成邦論壇下面的人 就和熟國有沒有分裂 我不知道 總之之前有搞過熟國電堂 搞了一陣子就沒有了 當然因為熟國電堂當中 其中主題是找到葉正純 葉正純就是不理世事 不知道怎樣 連熟國電台也沒有了 現在葉正純也是很活躍的 但在電玩界活躍 經常打機直播 很多人不賺錢給他 我有看過他的Twitch 隨便他打一晚吃雞 可以過一千元也不期 打幾皮 所以你也打機直播 這就是熟國的奮興 或者熟國之亂 就到了大結局 說了這麼久 我們從何時開始說熟國之亂 但大結局也不知道 可能有些新發展也不知道 當然我們到最激的 但我們之前想把熟國事件來龍去蜜蜜蜜 一說也不知一年多兩年 由熟國也有些人知道 到現在已經沒有人理熟國是甚麼 有 不然你不理 當然這就是因為城邦 其實我自己覺得 自從陳雲和旭文分裂之後 那個城邦的組織是很封閉的 你不是他為來的人 你真的不會跟隨到他 現在我看陳雲的勢 都沒有以前那麼強 差了很遠 尤其是舒展愛的感受是最大的 最近就是在台風拍了照 有喉拳 是呀 因為舒展愛的年齡 我記得大家同一個出版社 當然其他出版社他也有 花仙樹也有 但他在陳雲法堂永遠都會站在那裡 但今年他也沒有了 他來了十分鐘 即是沒有了以前的勢 或者沒有以前那麼瘋狂的情況 即是在現實來說 我也是說一句 因為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我被他削了 即是無論他興起還是衰退 我也是跟不到的 但他仍然在熱血做節目 所以之前有些人說 他跟黃陽達反面 當然沒有發生 但熱血我看得 最新排名榜 頭幾個都全都是女兒 是啊 當然他們都說 其實在《英文內光》 網台簡單說 他們現在是回歸地區 也是想在網台方面 去回歸大眾 政治性不要那麼強 事實上也是對的 即是現在本土運動都散了 他們也不自稱是本土派 有些什麼去凝聚 當然是用一些軟實力 即是去做一些男文化等等的事情 其實黃陽達也是計了一條數 你怎樣吸引一些毒氧化 就是靠女兒 以及靠男文化 即是這些年輕人有共同的事情 其實你問我 那些人就說他很壞 但我覺得他回到起點 當初熱血公民為何彈起 就是因為他們知道年輕人想要些什麼 透過這些年輕人的娛樂節目 再帶回他們去政治 現在政治由高峰跌回到谷底 他們就回去用流行文化 重新建構 那吸不吸得到 當然最大的問題 就是我們之前也有說過 就是因為這個熱血變成收費 由廣播變成雜播 即是我要說你要重溫要付錢 其實你的傳播率就會削掉 Live呢 Live好像都是免費的 但其實你現在網台沒有人聽Live 因為重新的原因是 我這麼多工作 我當然是有空的時候才聽你 那你說 除非在外國工作 或者你真的很忠心的粉絲 否則你真的不多會聽Live 現在的問題就是 你沒有了重溫或重溫要收費 其實對他們的傳播率 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這也是一個轉型的 就是我們就是看錢 放棄了人 就是當初D100的方向 就是我們寧願要錢 我們不要做最有影響力的電台 其實都是這樣 好了 當然現在還有一些時間 我想說另外一件事 其實因為無敵神區 最近跟他有些政見上相似的地方 也有聊過一下 但這件事我就保持中壓 即大家都踢爆香港和政黨 剛剛的陶軍行已經忍不住了 聲討我們說我們忽然支持馮檢基 因為早前有一個節目 陶軍邀請了馮檢基上訪 我又有封煙 順便撩下泛民 其實現在投馮檢基和投泛民 沒有分別 我覺得當初馮檢基 當初有支持修改基本法 之類的 現在你們這些傢伙 就是想著 借著投馮檢基 來攪拌民主黨 我心想 攪拌民主黨或民主大台 就是肯定的 我原本想投陳凱欣 不過如果我投馮檢基 我就投馮檢基 不過這些不說 因為這個是特別節目 投馮檢基 未必會令劉小禮的勝算 對 這個也有得仔細去考慮 但其實馮檢基會出來選 就是劉小禮不選 而變成李翠仁選 但這也不是重點 即是劉小禮選 逢檢基不選 對 其實是這樣 遲下再說 我反而想說一宗中立的事件 就是逢圓咕嚕大戰神區 你完全沒有跟進 即是有片流出嗎 不是 那不是肉薄上 那就是網上的賣 我以為是那些有片流出 我不知道是否記得 那時候有個偷拍群組 TerryGam那些 是的 TerryGam的偷拍群組 身份都買光了 然後Emilia就去踢爆他們 踢爆完之後 他就被群組攻擊他 然後我忘了中間發生了什麼事 總之 我覺得無緣無故牽涉到 我記得了 然後神區無緣無故留了一句言 串握他 因為他說Emilia有個模式 因為我沒有跟進 他通常是瘋狂罵完那些天 然後他就會 懶得中立地說一些客觀的說話 這是神區的說法 雖然他們這樣是不對的 不過我們都應該怎樣 譬如他瘋狂罵那些偷拍的人 他寫了一篇文 就算我站在女權角度來說 偷拍也不是十我不捨 都是人的慾望 他說你喜歡偷拍拍什麼 你就叫雞 然後給錢給他偷拍 甚至是強姦等等 你只要給錢給別人 雙方願意 你可以模擬情境出來 其實這樣說是否正確 我也是偏向他的想法 但是神區就說 你之前才說偷拍的人 沒有錢什麼什麼 你現在又說沒有問題 其實他們本身有些牙齒印 當初鄭松泰事件就是類似這樣 我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Amelia也是在熱狗的清算名單裡面 那些人當然就像搞盤賽營 那樣搞Amelia 用很多方式去搞他 好了 搞完之後 然後鄭松泰當選 然後有梁又DQ 那時候Amelia有寫過一篇文 即使鄭松泰可能也不是本土派 但最低限度也是比較接近本土派的人 即是錄音打的時候 那些選民是白癡 類似這樣 即是說一些比較中立的說話 那神區當時覺得 我這麼辛苦 由被熱狗迫害到全面反擊 然後把這些熱狗都揭露了 你現在在扮中立 那他就把這件事拘捕 即是我們剛才所說的 你也不是第一次了 你罵完那些人 人渣 賤監 我都幫你的 那些人是偷介賤家 然後你又寫了一篇文 扮中立說 其實偷拍是人的慾望 我們不應該用很嚴格的角度去看待 究竟你想怎樣 又不是跟當年鄭松泰 我們竟然辛苦才能夠反而成功 你竟然又可以幫他們 然後就牽涉到這個罵戰 這個罵戰 就因為兩個都是在網絡上很出名 結果那個戰爭就很激烈 阿米尼亞不是之前說 把神區削除了嗎 我不知道 不是 他是這件事之後才削除了 然後阿米尼亞立即搞直播 就說有關神區 老鬱我的五大什麼什麼之類 我當然沒有看這些網絡發生 你應該回去看看 你真是對 你真是對 你猜到猜到 然後他兒子劉榮康就出現 就說 你又想借阿米尼亞上位 拆存在的 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陳居又搞搞他 然後劉榮康就說 我沒有什麼要失去的 就任你搞 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陳居又說 你看你做人多失敗 個人竟然是沒有什麼 類似的爭執 因為重點是什麼 神區就代表著一大群人 那這群當然 很大群都是男性讀者 阿米尼亞就代表一大群女權的分子 兩群都撞起來 我先不要說這件事 劉榮康是代表什麼 劉榮康就是胡花 也是阿米尼亞陣營 陳興旺就是神區陣營 兩邊撞起來的時候 其實就是一個性別大戰 當中有很多東西看 但我都不能夠責怪你 我原本想罵你 你明明是阿米尼亞的粉絲 你為什麼不看她的直播 又不是性大戰 是性別大勝 還有我跟蹤這麼多女兒 她是其中一個 但是因為我 千萬分之一 我首先對阿米尼亞沒有什麼興趣 所以也沒有去看很多她的東西 事實另外這件事 因為聽我的角度來說 客觀也要說一句 其實是因為太多私人恩怨 累積而成 其實神區是有一些比較大男人主義 我又不會說她性別歧視 但是她就是比較用男性的角度去看一件事 阿米尼亞就是一個很極端的女權主義 結果很多人都很憎她 甚至很多女生都憎她 因為覺得你那些所謂女權 都是很討厭的 譬如她說 周圍也會被人性騷擾 或者拿出來說 那些人就會覺得 你一定是有問題才會被人性騷擾 差差類似 你不要覺得誰是適合誰 因為一 我就說得不清楚 二就是 就是太多這些網絡恩怨 我很感慨的地方就是這樣 有時候我真的很難說 我又不是說大家一定要團結 但是那個分歧不是很嚴重的時候 為什麼要在一起呢 網上是 對方就是這樣 網上就是你不相信我 我就是不相信 我就是不相信 一個人就會追擊他到底 即使這個人 可能不是作家犯科也很嚴重 可能犯了一些小過錯 但是我看你不相信 我就是要揭穿你的問題 現在什麼都做不到 所以說來說來說去 那些人經常在說 為什麼大家一盆散衫不團結 其實我也是看兩件事 第一件事是團結也是沒有用的 為硬團結 最後可能散得更厲害 其實我們也經歷過很多人網分裂 甚至社民連分裂 去到熱血和動物分裂 其實我也知道 有很多曾經嘗試去枯薄 或者曾經嘗試去挽回 結果可能是連事情更加分裂得更加嚴重 因為原本他們都打算分裂 可能早些分裂就更好來好去 你強行凝聚在一起 就更加嚴重 另外一件事當然就是 網絡就是這樣 如果連分裂都不能做 其實很多自由都沒有 我覺得分裂就是分裂 其實最後可能大家 最重要是一件事 繞個圈之後 發覺大家都沒有錯 你可以肯聚在一起 這個才重要 現在整天的問題就是 分裂之後 明明大家都已經再沒有分歧了 大家總是不肯回到一起 就不是因為理念或者什麼問題 而是因為思願的問題 這我就覺得比較可惜 不過我都不說太多 因為現在超時了 好 下次特別節目看看 還有幾單八卦未來 是嗎 下次再說